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考得不好其实不重要 只不过是人生里面的一个考验 但最重要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大家想做的事就继续去追寻 Terence公开试成绩未如理想 之后重读一年 成绩仍然没有办法令他升读大学学位课程 在那一刻Terence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就是到内地升读大学 我当初选去内地读大学 读书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的环境不太好 不能复制我去国外读书 内地读书的好处就是学费比较便宜 但每年只不过四千多元 所以其实挺吸引 低廉的学费是其中一个吸引Terence 到内地读大学的原因 而Terence一个人回内地大学修读建筑系 要应付学习环境的转变 语言是其中之一 但Terence在同学和院校的帮助下 很快就克服了这个挑战 虽然以前中学是用英文受复 但内地是用中文的 但也很快适应到语言的分别 我在内地读书遇到最大的挑战 都是语言问题 就是普通话 因为我本身的普通话都不太好 那里都有些懂广东话的同学 可以帮我很多手 内地大学校舍除了面积大 设施齐全之外 开设的科目也很多元化 其实科目比较全面 广度是挺好的 譬如有些科目可能香港没有 譬如好像兽衣 汽车工业 航天科技等等 其实香港学生只要有兴趣 在内地也不难找到这些专业学科去收睹 内地大学发展越趋成熟 大学排名不断上升 学历被不少香港公司认同及接纳 很多内地大学毕业的香港学生 回港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职业 随着中港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到内地升读大学 漸漸成为一种优势 我毕专业之后的学历 其实是香港建筑公司很好的 是承认的 有相当的工作经验之后 我就可以校入香港的建筑师牌 回到香港其实运工都很快 还有三间的香港建筑公司的批评 中国的学历 其实现在在世界上 已经是受到广泛的认可 譬如有不少内地的协议生 加入公务员队伍 包括政务官 一些专业的界别 譬如好像西医 亦有不少内地的毕业生 在香港执业 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关系 越来越密切 所以现在香港有很多公司 工作上都会和内地有很多联系 所以我认读这方面是其中一个优势 以来我想普通话 在那里生活过五年之后 你会更加明白内地的一些状况 新学制更有利学生和内地大学接轨 配合六十三间内地高等院校 来港免试招生 令学生有更多机会 选择到内地收读大学 并选择到心仪的科目收读 学生也可以透过 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 步考内地超过二百间院校 我去内地读大学的好处 我想首先是内地读书的学费 相比香港来说都比较便宜 二来我想是读到自己想读的科 以我为例 例如读阿凯的话 以香港来说 其实要求很高 我身边的同学 很多都选择他想读的科 内地有很多不同的大学可供选择 同学又可以读到自己心仪的科目 学历被不少香港雇主认同 毕业生在市场上 亦有很大的竞争力 所以在内地升读大学 是一个可取的升学出路 我都会鼓励他回去内地读书 因为可以读自己心仪的科目 所以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